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空村謀勾結外國勢力 獲准聘用英國御用大律師Tim Owen抗辯 律政司上訴至終審法院,星期一就會有裁決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星期六就說 在國安法案件聘用海外大律師是絕對不應該、不適合 違反國安法立法原意 而且審訊過程中可能牽涉國家機密和外部勢力問題 若果之後情況沒有變,唯有由人大常委釋法地說 不過行政會議成員兼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認為 有關案件還在審理著,現階段不適宜公開評論 以免對法庭施加壓力 大律師查石我亦說 應該尊重法庭裁決 避免講出意圖影響法庭裁決的言論 七,三車 china 九,七,七 八,八很運 八 carro號上 這次字幕主 八,八 七… 八… 八…